环保署为鼓励国内研究机构 在废弃物回收处理领域 发挥创意空间 成就创业动能 自101年度起 以公开征求的方式 补助办理创新研发计划 中山医学大学职业安全卫生学系 就是补助计划的对象之一 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利用废轮胎 来自备成高分子模跟无极碳模 就是希望说 我从废弃物来自备成分离材料 接下来我再把这样的分离材料 可以应用在资源回收的程序里头 环保署透过补助计划的方式 协助好的创意 变成好的技术 再变成好的产品 让应回收废弃物 在城市矿山中 成为碳矿 选矿 电矿后的闪亮钻石 我国四合一的资源回收制度 享誉国际 然而 在背后有一群劳工朋友们 为维系我们社会的正常运作 正日以继夜 默默奉献 他们的职场环境 有时必须曝露在污染物中 所以健康与安全 是政府关心的首要课题 那些工厂我们去看过 像有回收金的啦 有回收银的 像银的话它会产生很高的噪音 还有粉尘进入 那这些银的粉尘到体内以后 它就是会导致呢 在动物实验里面发生 它已经会导致致癌物 会进入我们整个呼吸道系统 会穿过我们的口鼻的 100微米以下就会进来 所以100微米以下全部都会爬进来 10微米以下进到我们的胸腔区以下 那4微米以下进到我们更深层的肺炮区 那这些东西 这些粉尘这样的size呢 基本上来说 在我们的这些 非电子电器的这些回收的业子里面 它都有机会产生 资源回收处理过程中 为防止有害物质溢散环境 环保署有严格的处理措施及规定 同时中区劳工健康服务中心 也会在现场提供健康上的咨询与建议 去改善 像因为你的通风 你就可以减少这个劳工吸入很多有害物质 那你假如改善它的一些推举措施 可以改善它人移不会有腰酸被动的问题 那也不会因为粉尘的吸入导致它的沉肺症 或者是细肺症这一类的疾病的发生 那我们是不是更需要防护 要要求这些口罩或是这些防护具 它要通过国际的标准认证等等 就是说你要通过验证合格 大家爱惜资源 减少废弃物 企业界发挥社会环保责任 学术界为提升资源回收技术 提供创意几点值 政府为环保政策严格把关 让维护家园环境品质成为全民运动 政府为了减少废弃物质值 J